九金山有金门桥 艺术工九曲花街 九金山有Cable Car 唐人街 御人马桶 九金山有二人的气候 浓郁的文化色彩 九金山还有一辈又一辈 为之奋斗的金山客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AM1450美国中文电台 现在你收听的是金山客节目 我是容青 今期的金山客 我会和大家说的是 大量招募华工原油及耻末 故事是发生在1850年代后期 曾有大量的中国广东省沿海居民 飘洋过海来到美国谋生 一开始 有些人加入了淘金热的行列 但更多的是 在美国收足环冠大陆东西铁路太平洋段那时 被招工头以卖猪仔的方式 运来美国收足铁路 铁路工程员工后 很多华工投身开在美西土地上 为美西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然而华工的努力奉献 并没有得到美国社会的尊重 换来的是主流社会的妒忌 和联邦国会针对单一族裔的排华法案 时间来到1919年 加州又有人想起招募华工的事 当时的加州政府秘书长佐顿 联络了美西十一个州的农场主 希望他们写联名信给联邦国会 改变禁止华工离美工作的政策 允许他们离美从事农业劳动 以便农场招工 增加农作物种植面积和产量 当时的加省下院 即是现在的加州众议会 柏假议员对这件事表示极力的反对 他宣称 目前正在限制日本人来美国 并限制他们购买美国土地 这些问题还未解决 又提出恢复华工粮美 这个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 那么这个又是怎样的一回事呢 原来日本人亦以勤劳吃苦著称 多数以农业生产为主 他们在美西开发过程中 亦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移民美国的日本移民 基本来自日本的乡村 他们具有精湛的种植蔬菜 和脏果的技术 擅长劳动力密集营的土地监作 这些日本移民勤劳折检 拥有自己的土地 是他们一直追求的梦想和奋斗目标 1882年的排华法案 使得在美国的华人 人数逐渐减少 日本移民慢慢发展成为外来的劳动力的主要来源 日本契约劳工开始争取权利 要求涨工资 享受平等待遇 从1903年起 日本移民开始遭到白人农场主的抵制 1905年的2月23号 旧金山纪事报刊登文章 声讨日本移民 吹响反日运动的号角 这份报纸还用了一整版的篇幅 书写日瑞入侵当前的问题 并警告民众 一旦日俄战争结束 日瑞黄种人 就会好像洪水一样尼习 在加州州长希拉姆约翰逊的指令下 律师弗兰西斯·亨利 与加州总检察长尤尼西斯·维柏共同的转写了 《爱籍人土地法》 1913年 这个法案在加州参议会以35比2 与加州众议会72比3的绝大多数 支持率获得通过 1913年的《外籍人土地法》 颁发的目的是限制日本移民 在美国扩大经营土地 但是 这个土地法仍存在诸多的漏洞 并未成功阻止日本移民 遭令扣进扩大土地经营的趋势 1909年到1919年间 日本移民的土地经营 包含拥有和租赁 支配总量翻了近三倍 眼看外籍人土地法失去原有的效力后 排日的加州人士自己起草土地法草案 直接被选民投票表决 他们草已出的土地法案主要是四个提议 离补外籍人土地法的漏洞 1.禁止向日本移民转让土地 2.禁止向日本移民租赁土地 3.禁止任何日本移民 持主要份额的公司租赁或购买土地 4.禁止非本国公民 对本国公民的土地使用权 执行监护权 这些提议在加州大受欢迎 以66万8483票 对22万2086票 几乎是3比1的票数顺利地通过 美国国会在1924年通过移民法案 加州官员就拿着这个机会 严格地控制移民 成功地将排日条款加入法案入面 据此法案 美国将按照1890年 在美国人数为参考标准 配给各个国家可以入籍美国的人数 对于日本移民来说 这个法案效力不亚于1882年的排华法案 因为美国当时极力反对日本移民入境美国 特别不准日本移民在美国拥有农业用地和从事农业劳动 所以 由产生招募华工的想法 也引发部分反对华工在美就业人士的极大反弹 上面提及的加州下院柏家议员 对于招募华工的建议表示强烈反对 柏家指出 除了限制入境和购买土地的日本移民问题 还未全部解决外 一战退伍的十几万军人的就业问题也未解决 所以 这个时候不可以招募华工来美进行农业工作 抢美国人的饭碗 家省上院即是加州参议会参议员殷曼 同时也是当时排亚会总理 对招募华工一事也大力反对 殷曼称 虽然他情愿以华工代替日工 但招募华工的做法 和当时加州限制和禁止亚洲人赴美的政策 有根本性的冲突 如果农场主 雇用不到农工进行农田勞作 应该想其他的方法解决问题 而不是去招募华工 一曼表示 佐顿作为加州政府官员 却在美西十一个州游说多个农场主 联名去信联邦国会 要求解禁华工南美从事农业工作的许可 他认为这一点很不妥 佐顿的活动也受到各地的工党 即是労工党的反对和阻拦 工党中很大一部分成员都是来自爱尔兰移民 在收足太平洋铁路初期 爱尔兰移民是足路的主力 但他们在内华达三日前望言却步 还经常喝酒开小差 很快他们的位置就被勤苦耐劳的华工取代了 他们计较城市低薪和新劳的工作 但去到经济萧条的时候 又怪罪中国移民抢走他们的饭碗 故此工党是反华排华的新力军 是推动排华法案的主要力量 后来又是排日和排亚的主要力量 佐顿为他招募华工的建议作辩解 他表示如果要增加美国农业生产 就必须增加冒农者 反对他招募华工的人 实在没有体会到他的良苦用心 他要招募的不是没有一技之长的苦力 而是有良好种植技能的农民 而且当招募的人经过海关的时候 官员会确定他是不是农民 而不是其他身份才会准他入境 工党也可以派代表一起审查 这些华工入境美国后 只能从事农业生产劳动 不准和美国人竞争其他种类的工作 华工在工作许可期满后 就会被送回中国 有工党人士担心 华工一旦入境美国后 恐怕会散居美国各地 和日本人一样取妻身子 留在美国 佐顿表示不用担心 如果某人或某地雇佣华工 在派出华工前 都会登记在案 雇佣其满 雇主必须交换全部华工 也有工党成员问 如果准許华工入境美国 从事农业劳作 即日本援引此例 即日本援引此例 要求准許日工来美 美国政府该如何处理呢 佐顿说 他已经考虑过 如果日本政府 要求给照 招募华工办理日工 美国政府可以照办 就是只可以 入美从事农业劳作 不可以租用 或构置土地 也不可以借故留在美国 他想日本政府 不会按照招募华工的要求 招募日工 所以各位就不用担心 据佐顿介绍 他这段时间穿梭在美西十一个州 向当地农场主和商家解释 如果引入华工参与农业劳作 振兴美西农业生产的好处 大部分农场主和商家对此表示支持 他认为 需要三年时间 才能促使联邦国会 修改限制华工入境美国的法律 佐顿指出 今年无农人数已经不足 预计明年的情况更加严重 他本身有不少的田地 因为顾不到人来耕种 致使田地方费 他和太太商议后 已经低价卖了一些 他家附近的农场主建议他 招募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华工 解决缺工的问题 有人则把招募华工 和当初贩卖尼美的黑奴混为一谈 认为佐顿招募华工 假意时日 就会像当年 因为黑奴而导致南北战争 这个人说 30年前 华工第一次大量进入美国 因为低廉的工资要求 而抢了很多白人的饭碗 联邦国会一次定立 禁止华工入境美国的法律 截断了中国移民 在美国上升的势头 目前经济不景 百物疼贵 粮食不足 加州应该多雇佣本州居民 多生产粮食 离恒之检 而不是招募华工 佐顿卫招募华工的市 设立了一间 名为西省农业会的招募华工事务所 事实上 这个机构在两年前已成立 当时是设享扑轮 原本计划促使国会修改禁止华工来美的禁令 准许华工来美从事农业劳动 只因当时反对的势力太大而作 佐顿表示 目前和以往有很大的不同 现在这个机构已经获得很多大公司、大农场、尼迅表示支持 他强调 他提出招募的华工 只是从事农业劳动 不涉及其他行业 除了佐顿 旧金山一位名叫哈利的商人 亦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在旧金山市场街设立了招工办事所 当时由于很多美国青壮年纷纷从军前往欧洲战场 国内缺乏工人 武农者更少 故意社会各界不反对哈利招募华工 来美国从事工农业生产的做法 但是当战事结束 美军回到国内加入工作行列之后 哈利的招工计划也被割置 现在招募华工的事 又由加州政府秘书长佐顿接手继续推动 佐顿开始计划招募基础劳工 后来改变计划 转为招募富有农间技能的农民 促使美国农业发展 又不会和美国工人争夺工作机会 西省农业会向美西十一个州 一千二百多万名农场主尋求他们同意和支持 这个会预计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五年左右就可以招募华工来美 针对有团体和个人反对招募华工 来美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一事 佐顿刊登文告表示 目前美西农业生产面临的主要问题 就是缺乏劳动力 农场主没有农业劳动力可顾 如果不招募华工来改善情况 美西农业发展将会受到极大影响 农作物产量会进一步减少 价格就进一步上升 当时任职加州排亚会总理的加州上议会议员 因曼要求同为排亚会成员的加州秘书长佐顿去出排亚会 因为在那里进行的招募华工举措和排亚会中指背道而辞 一晚更加强硬地指出 排亚会坚决反对招募华工举措 旧金山市议员卡里说 有农业公司人员希望她帮忙 招募华工来美从事农业劳动 卡里认为 虽然对方开出的条件十分丰厚 但实际上很难实行 而且会危害到美国农工的利益 她表示虽然招募华工来美工作都有严格的限制 但对于美国社会仍然会有影响 很多公司希望招募华工的目的 就是想用华工替代白人劳工 降低生产成本赚取更多利益 下星期市议会开会时她会提出反对此案 1919年12月圣诞节前 佐顿发表声明 一段时间以来 她虽然挟尽力宣传呼吁各方 支持她招募华工来美参与农业劳动的做法 也确实得到很多农场主及工商界业的支持和响应 但同时受到正商界的强大压力和阻撓 只能暂时作罢 实际上 美国后来再没有从中国招募劳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 以上故事是由 桥部资深记者吴卓明公告 多谢大家的收听 旧金山有金门桥 艺术工 九曲花街 旧金山有Cable Car 唐人街 御人马桶 旧金山有耳隐的气候 浓郁的文化色彩 旧金山还有一辈又一辈为之奋斗的金山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